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启示罗马教廷 所谓启示就是请求这些国家出兵帮助南明对付满清 这事如果放到现在呢应该不算什么 一个国家出现了一些麻烦 周围的国家失与援手 这本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在明朝的时候 那时候士大夫们还恪守着华谊大坊的理念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间 一直认为中国是中央的大国 是世界的中心 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 而周围的国家呢 日本那是窝 西欧那是夷 现在像明朝这样的中央大国 居然要向窝 向夷们求助 这实在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 但当时的景况已经到了那一步 清军是步步紧逼 南明政权已经被逼迫到了福建广州一带 已经是退无可退 现在的南明就像一个溺水的人 他拼命地想要抓住身边任何一棵稻草 不管这棵稻草是粗是细还是愿不愿意让他抓住 曾经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大明帝国 此刻恐怕才是第一次意识到他自己并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 他不过是全世界国际体中的一员 是全世界国际链条中的一环 而且现在已经成了一个最弱的一环 这么痛的领悟来的确实是晚了点 晚到当明朝人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 明朝已经亡了 以前在东亚三国中 中国无疑是中心的帝国 朝鲜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 而日本在万历朝鲜战争以后 不再向中国纳贡 走向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但即便如此 在他们的心中 明朝一直是华夏文明的正统 而随着清取代明 这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化 而这一变化的影响 甚至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所以朝鲜在崇祯皇帝自立于眉山以后 仍然使用崇祯的年号 最远的记录达到了1914年 而那时候的朝鲜人也认为 他们认为自明以后 他们才是中华文化的成绩者 按朝鲜王朝十路中的成宗十路记载 说朝鲜人男有烈士之风 女有真正之俗 史称小中华 而日本呢也是不遑多让 日本江户时代的学者山路塑形 曾经写了一本书叫《中朝事实》 在书中 他将日本视为中朝 中国或者是中华 而清朝统治下的中国 则被视为汉地或者叫外朝 以前的中国到现在已经是华裔变态 已经失去了中华正宗的地位 在这种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的引导下 才会促生出了以后的大东亚共荣圈的构想 才会有了日后的甲午战争 清华战争 当我们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 俯瞰这几百年来走过的痕迹 会发现历史竟然是这样的环环相扣 回头望去 今天发生的一切的背后 都有着深深浅浅 一步一步的脚印 中日朝三国的足迹 从最初的相伴而行 到最终的分道扬镳 而分开之时 正是明清顶格之际 所以我们现在还是回到公元1645年的中国 看看这一切都是怎样发生的 甲太子案尚未尘埃落定 清军已经在公元1645年的三月份 突破了长江天险 五月兵抵南京 面对此种危机的局面 洪光帝并不慌晚 这位热爱艺术的皇帝 在听完他专属的黎原 唱了最后一出的南明好声音以后 才带着几十名内官悄悄的离开了南京城 当第二天早晨 群臣们上朝礼政的时候 才发现他们的皇帝已经吸收了 洪光帝逃到了江北四镇总兵之一 黄德公的驻地 在江北四镇的总兵中 黄德公无疑是最忠心的 他仍然死命保护着洪光帝 但他的手下可没他那样忠心 黄德公被案件所伤 随即不得已自问而亡 洪光帝被叛将王雄马德公所获 据说当时王雄背着朱油松 马德公则紧紧拽住了洪光帝的双脚 此时的洪光帝在他们眼中 已经变成了田螺姑娘 生怕他跑掉了 那可是他们的富贵啊 洪光帝恨慎狠狠地 在田雄的肩上咬了一口 由此他也成了中国历史上 唯一的一个咬人的皇帝 随后洪光帝被押回了南京 当他所称的吴曼小教进入南京市区的时候 迎接他的虽然还是他的那些百姓 但他们已经不再匍匐余地山呼万岁 而是手持石块泥块向小教置去 洪光帝被打得鼻青脸肿 随后他被押回了北京 到了第二年的五月份 被满清人以毛密的罪名处斩 洪光帝以后的难名第二个皇帝 就是唐王朱玉剑 他的年号是隆武 所以又被称为隆武帝 隆武帝能够登基多亏了两个人 一个人叫黄道周 另外一个叫郑之龙 郑成功的父亲 郑之龙自小家贫 后来他投靠他的旧父黄成 学着一起做生意 在这过程中 郑之龙展现出了他的特殊的才能 就是他的语言天赋 郑之龙通晓西班牙语 葡萄牙语 荷兰语 日语 这也使他在与外商做生意的时候 是如鱼得水 为了赢得那些西洋人的信任 他还信奉了天主教 他的教名叫尼古拉斯医官 英文叫医款 这也使他与南北朝时期的刘裕 成了兄弟 刘裕也有一个英文名字 叫尼古拉斯杀皇 因为他杀了六个王帝 郑之龙的生意越做越大 到后来是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当时所谓的生意 实际上就是走私 因为生意的关系 郑之龙经常是往返于日本与中国 他与日本的贵族也建立了很深的关系 其中与他关系最好的就是松浦家族 松浦家族也是日本历史悠久的贵族 既然是贵族 那么他们所从事的行业 自然也是高贵的 当时的松浦家族 正在全力开展着两个行业 一个是走私 一个是海盗 而郑之龙无疑也是业内人士 后来松浦家做主 将一名武士的女儿田川松 嫁给了郑之龙 田川小姐无疑与中国有着很深的缘分 她的养父姓翁 就是一名中国人 她的父亲早逝 她的母亲后来改嫁 就嫁给了一个中国的铁匠 史密斯翁 嫁给郑之龙的第二年 田川松就在日本海边的一块礁石上 为郑之龙诞下了他的长子 郑成功 至今在日本长崎县的海边 还助力着一块石碑上写 郑成功而诞石 自出生已始 就已经注定了 郑成功是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也正是因为与日本国有着这么深的关系 所以在龙武帝登基以后 作为辅佐的主要大臣 首先想到了要向日本求援 连日抗轻 龙武二年郑之龙命人带着龙武皇帝的手书 以及他自己亲自准备的礼品 到了日本的长崎 然后通过长崎的官员 将请求日本出兵援助的请求 传递给了他的老熟人 也是当时日本的幕府将军 德川嘉光 收到这个请求以后 德川嘉光非常的重视 他召集重要的大臣们一起过来商议 当时有三位大明 其实也是德川嘉光的三个儿子都支持出兵 但是也有一个中两级的大明表示不同意 所以这件事情并没有马上决定下来 但很明显 当时主张出兵的一方占了上风 据日本史料记载 在这之后 德川嘉光有一次见到了对马岛主 大家知道对马海峡 就是朝鲜跟日本交界的那个很窄的海峡 它也是朝鲜与日本交流的一个主要的窗口 当时德川嘉康就对岛主说 说中国诸皇帝避难于福州 并向我国求援 朝鲜方面有没有向你提供这方面的讯息 对马岛主说尚未收到 然后德川嘉光就让对马岛主 向当时朝鲜的人祖国王 转达要借兵朝鲜出兵援助明朝的请求 收到请求以后 朝鲜国王人祖并没有马上答复 虽然他不喜欢满清 但是他更忌惮于日本 因为当初封臣秀吉就提出要借到朝鲜 进攻中国 几乎导致朝鲜亡国 所以有了这样的前车之鉴 尽管日方是屡次三番的请求借到 但朝鲜国王一直没有答应 这可能也是在总共22次 向日本提出援兵的要求中 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 在以后的次年的3月和5月 郑之龙又再次向日本提出这样的要求 但此时反对日本出兵的势力已经占了上风 认为如果日本出兵的话 打输了自不代言 打胜了也捞不到什么好处 而且还会恕清朝这样一个勇士之敌 也就是在日本方面举膝不定 或者说是等待时机的时候 龙武政权坚持不下去了 1646年的9月份 郑之龙详清 龙武政权迅速垮台 龙武帝有说是被俘以后绝食而死 也有说是被清兵射箭射死 龙武帝驾崩以后 随即登基的就是他的弟弟 邵武帝 在龙武帝登基的仅仅13天以后 永历帝朱游郎也在广东的赵庆登基 两个皇帝之间的内斗也就由此展开 到此为止 南明的四弟都已经本末登场 就是洪光龙武少武以及永历 另外还有一个监国 就是鲁王朱以海 在这四帝一监国中 除了洪光皇帝是大家公认的皇帝以外 另外的三个皇帝 每一个在他们的统治期间 都有另外一个南明政权 与其如影随形 龙武期间 由鲁王朱以海在其中搅局 到了少武期间 又与永历帝相互争斗 内斗不息 这也就难怪南明 仅仅走过了18年 咱们再来说说郑之龙 郑之龙详卿 又是洪城仇 为清廷立的一件大功 洪城仇与郑之龙两个人是同乡 都是出身于福建的南安 清京攻入浙江以后 洪城仇就写信给郑之龙 劝他归降 并且允诺他可以在地方封王 同时洪城仇又向清军的主帅伯洛 献祭 让他招降郑之龙 郑之龙本人是商人兼海盗出身 以前也没有接受过儒家的正土教育 所以在他的心目中 其实并没有什么民族大义 他更关注的是他的家族和他的海商集团的利益 他以为清军主帅伯洛真的会兑现他的诺言 封他为芈月总督 这样他就可以独霸一方芈月称王 他的长子郑成功极力的劝阻他不要相亲 但是他仍然执意为之 而且大骂郑成功 说他不识实物 郑成功与郑之龙完全不一样 郑成功七岁的时候离开日本 回到了中国 在那里接受了一个系统教育 郑成功考中过秀才 而且又是在当时的最高学府国子建读书 所以他是完整的接受了儒家思想教育 他的思想中是有很强的家国民族大义的 所以在他的父亲郑之龙详情以后 郑成功坚决不详 并且自己拉起了一支队伍 声势也是越来越大 郑之龙详情以后 基本上就是被软禁了起来 芈月总督的承诺早就灰飞烟灭 满清人也不会因为他的投降 而对他的家乡格外开恩 清朝人攻入了福建南 在那里大肆抢劫屠杀 在众多的受害者中 有一位正是郑之龙的夫人田川松 也就是郑成功的生身母亲 说来也是非常的令人悲叹 田川松刚刚从日本到南安来定居 就赶上了清兵入城屠杀 刚才说了 郑成功七岁就离开了日本 离开了他的母亲 一直在中土生活 时间长了以后 他思念母亲 非常希望想把母亲接到身边来生活 但是当时的日本 也是在实行着闭关锁国的政策 日本国人余虑不可以迁居外国 后来郑成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 才将他的母亲接到了福建南安 也就是这时候清兵来了 清兵入城以后攻入了郑之龙府 他们根本都没有考虑田川是郑之龙的夫人 田川松那时候四十五岁 但风云犹存 清兵强奸了他 受辱以后田川松自杀而亡 后来郑成功带兵杀回来以后 看到母亲惨死 伤心欲绝 而后他用一种奇怪的方式 安葬他的母亲 据黄宗熙的次性史莫记载 成功大汉用以法抛弃母妇 出场敌讳 重纳知一连 意思呢就是说郑成功用日本武士抛腹的方法 抛开他母亲的腹部 清理留在他母亲体内的亲人的污秽之物 然后再重新缝合放入棺果内露脸 大家可以想象郑成功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心中对满清的仇恨 同时也包括对他父亲郑之龙的怨恨 这就难怪后来郑成功势大以后 清军让郑之龙招向他 但郑成功坚决不从 即使他知道他的父亲 其实就是清人手工的人质 他不答应的话 他的父亲的命可能就保不住了 但是他仍然是浑然不顾 恐怕这都与他的母亲的 恐怕这都与他的母亲的惨死有关 还有一种说法呢 是田川氏在知道清兵攻入城以后 自己抛肤自杀 日本方面在得知郑之龙降清 龙武政权垮台以后 自然也就打消了出兵的念头 再以后郑成功以及他的儿子郑晶 也曾经多次向日本求援 但日本方面都予以拒绝 只是看着郑成功的面子 向郑成功的军队提供了一些军需物资而已 当然了即便在那时候日本出兵援助 他也绝对不会是秉着日中亲善的原则 他肯定是有他自己的利益考量 当时的日本呢正处在江户幕府时期 江户指的就是现在的东京 那时候叫江户 所谓幕府呢 实际上日本呢有很长时间都是出在幕府时期 最早呢是起源于差不多在中国的南宋时期 公元1185年 然后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858年 其中经历了三个幕府时期 分别是连仓幕府 史丁幕府 还有江户幕府 江户幕府也是他们最后一个幕府时期 江户幕府以后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黑船事件 美国用尖船大炮打开了日本的国门 从那以后日本就进入了明治维新时期 江户幕府之前的幕府 大家也比较熟悉 就是封臣秀吉 以及再往前的支田信长 支田信长 封臣秀吉 以及江户幕府的将军德川家康 这三个人当时是号称战国三杰 支田信长和德川家康都是贵族之子 他们的父亲是大明 而封臣秀吉则是一个最底层的贫农 出身非常的低微 他最早的时候是支田信长下面一个不起眼的马仔 支田信长和德川家康两个人是从小一起长大的 支田信长居长算是大哥 德川呢就是一个小弟 后来两个人分别成为了大明 德川也是一直围着支田传 一切是为支田信长的马首之战 他们两家呢还通婚 支田信长的女儿嫁给了德川家康的儿子 而封臣秀吉呢也是因为他的忠心 福建赢得了支田信长的信任 后来支田信长被叛将所杀 封臣秀吉为支田信长报了仇 同时也是接管了支田信长的势力 这时候的封臣秀吉势力已经压过了德川家康 封臣秀吉呢被人们称为猴子 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的身材过于娇小了 他身高恐怕也就是在1米40左右 跟他比起来德川家康和支田信长 那绝对算自上是巨人 德川家康身高竟然达到了1米53 而支田信长呢更高 差不多1米58 对于封臣秀吉的对手而言 马上的封臣秀吉并不可怕 但他一旦下了马就变得非常的不可琢磨 因为他一下马就有可能找不到 谁也不知道他会在哪个角度的下三路 对你发动进攻 说起这身高呢 咱们不禁要跑一下题 根据一些历史资料啊 中国人在秦汉时期的平均身高 男性是1米69 女性差不多是1米54 到了隋唐时期 男性的身高稍微低了点 1米67 女性呢则长得很多 达到了1米58 在股市里 胡人有时候称汉人为大汉汉 之所以这么叫呢 也是含有汉族人身材比较高大的因素在内 就像我们现在称胡身边比较高的朋友 会称他为大礼呀 大张等等 所以陈汤才会说 三胡抵一汉 就是三个雄奴士兵才能打得过一个汉朝士兵 我们通常认为欧洲人是身材高大 是因为他们的遗传基因 特别是北欧人身材更加的高大 但实际上呢在1820年的时候 荷兰男性的平均身高不过才有165.1公分 女性的也是在154公分左右 所以他们的身高在那时候并不比中国人高 甚至还要矮一点 但是什么时候欧洲人的身高普遍超过了中国人呢 就是在清朝的中后期 也就是差不多乾隆时期 到了清朝的晚期 中国人的平均身高 男性只有一米六二 女性一米五二 造成这一个结果的因素当然有很多 比如说连年的战争 那些恐怖有力高大的男人 通常都会被应召入伍 他们死亡的概率也就比一般的人大得很多 再者就是食物 我们以前讲过 康乾盛世其实是一个饥饿的盛世 是一个番薯的盛世 虽然人口有所增加 但是全民的身体素质却是大幅度的下降 而这其实也是满清统治者所乐见的 思想上被控制 身体上又虚弱 这样的人才更容易统治 而欧洲人呢 在工业革命以后 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能够有能力食用更多的肉类和牛奶 所以呢 现在荷兰人的平均身高 男性已经达到了一米八零以上 女性呢 也在一米七零左右 所以说啊 有能力吃什么 实际上对身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日本人为什么身材矮 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基因 也是跟他们的饮食习惯有关 在公元六世纪左右 佛教进入了日本 佛教禁止杀生 所以日本人也就开始不吃肉 这样就导致日本人的身高 逐渐的往下降 公元十三十四世纪的时候 日本的身高还能达到一米五九 而到了公元十七十九世纪 也就是几百年以后 身高竟降至了一米五五 明治维新以后 日本人的受欧洲的饮食文化影响 开始食用肉类和牛奶 这样他们的身高才逐年的开始提高 现在日本的身高和中国人的身高比较 说法不一 有的说高 有的说低 但总的来说相差不多 也就是在一公分左右 所以可以肯定的说 日本的身高已经赶上来了 在中日韩三国中 有资料表明是韩国人的身高是最高的 这可能是因为韩国处于更高纬度的地区 一般高纬度地区的人 会比低纬度地区的人高一点 但同样是处在相同的纬度地区 相同的人种 韩国男性的平均身高 现在差不多是在一米七零左右 而三八线以北 平均身高却还不到一米六 崩臣秀吉在位期间做了很多疯狂的事情 其中有一件最疯狂的 就是发动了朝鲜战争 在朝鲜历史书中称之为 银沉波乱 中国则被称为万历朝鲜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万历皇帝倾举国之力出兵朝鲜 历时六年终于打败了日本 万历皇帝此举 使他在朝鲜人心目中的形象是异常的高大 朝鲜君臣称自己的国家为 神宗皇帝再造之国 朝鲜人称自己为神宗皇帝所活之民 这样的称呼 即使是在公元1632年 后今入侵朝鲜 逼迫朝鲜对其称臣以后 也没有改变 而且虽然那时候已经成了清朝的藩属国 但是仍然每年都要举行 祭祀万历皇帝的盛大仪式 朝鲜国王称之为早晚必行之胜利 在朝鲜官方的史书中 认定的明朝的灭亡时间是在公元1662年 就是永乐皇帝被吴三桂勒死的那一年 而清朝以及中国目前的史学界 所认定的明朝灭亡时间则是1644年 崇祯自义而亡的那一年 整整差了18年 朝鲜沦为清朝的附属国以后 按照两国的商定 朝鲜应该使用清朝的年号 比如说顺治多少年 康熙多少年 在官方的正式场合 朝鲜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但在私下里或者是在朝鲜内部 仍然使用崇祯年号 据复旦大学的资料表明 使用崇祯的年号最长的时间 竟然达到了公元1914年 清朝为了加强对朝鲜的统治 每年都要向朝鲜班硕 就是赠送给朝鲜国 一百多本立法书供他们使用 而朝鲜人在使用这些立法书的时候 会将清朝的年号给抹去 换上明朝的年号 在明朝时期 朝鲜的使臣去明朝朝共的时候 他们会将这一行中的事情都记录下来 这部文献的名字呢 就叫朝天录 而到了清统治期间 朝鲜使臣同样也将去清朝朝共的过程 记录下来 但名字变成了燕行录 对清可以说是毫无崇敬之心的 朝鲜使臣去清朝朝共的时候 仍然穿着的是明朝时期的服饰 而此时那些清廷中的汉人官员 则穿的是清人的服饰 两相对比 经常使那些汉臣们是汉颜不已 而在朝鲜使臣看来 这些穿着胡服替了发的汉族官员更加的无耻 在他们看来以前的明帝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一片腥骚之地 当年初始清朝的使臣金锦善曾经这样说过 在这里他将清朝的君臣比喻成犬羊 这样的话清朝的汉臣们是绝对不敢说的 在文字域下他们已经被治得服服帖帖 稍微有点骨气的 也早已经被杀得干干净净了 值得注意的是金锦善初始清朝 那是在道光年间 距离崇祯皇帝自于眉山已经过去了两百多年 如此漫长的时间 在中国的疆域内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在记得明朝了 而朝鲜人却仍然是念念不忘 同样也是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 清朝统治者已经极力的汉化 但仍然无法消除 朝鲜人对清朝蛮夷身份的根深蒂固的歧视 在很多朝鲜文人的心目中 实际上是有两个中国 一个是在历史上辉煌的大明 一个是在现实中的蛮夷的大清 他们在文化上追随前者 在政治上臣服后者 对于当时的朝鲜君臣来说 大明朝是他们的父 他们是大明朝的儿子 这话其实并没有贬低的意思 当年黄太极曾经向朝鲜国王提出 要借他们的兵船用于进攻明朝控制的皮岛 当时朝鲜国王仁祖就回信说 民国忧务富也 驻人公务富之国 可也 看到回信以后 黄太极大怒 亲自率兵再一次的踏破了半岛 这就是历史上的兵子胡乱 朝鲜有部电影叫南汉山城说的就是这段史实 可能有的朋友会问 既然仁祖国王对大明朝这么好 那为什么当初会拒绝日本借到朝鲜进攻清朝的要求呢 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日本以前曾经借到过朝鲜 但借了以后就没还 由此引发了人臣窝乱 也就是万力朝鲜战争 这个教训是深刻的 朝鲜国王不想重蹈覆辙 其二呢 或许是朝鲜方面也无法确定 日本借到朝鲜到底是真的想帮助明朝 还是想趁火打劫 毕竟那时候南明的政权是在中国的南方 而他借到朝鲜进攻的是中国的北方 这总让人觉得有些疑惑 朝鲜人是明朝为父 那么是清朝呢 在朝鲜人眼里 清朝是贼 是贱奴 是葫芦 是他们杀死了大明朝 窃取了天下 所以在朝鲜人心目中的逻辑就是这样的 既然父亲死了 那么父亲的衣冠传人应该是他的儿子 而不应该是杀死父亲的贼 所以朝鲜人认为他们才是中华文化的成绩者 而不应该是清朝 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时宜 清朝时宜 他们已经变成了华 所以延续崇祯的年号 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想缅怀明朝的恩德 更有传承的意思 那么日本呢 万历朝鲜战争日本战败以后 封臣秀吉并故 德川家康成了战国桑杰中笑到最后的人 日本也由此进入了江户幕府时代 所谓幕府呢 是指将军们在外征战 他们的办公的地点都是在自己的军帐之内 这就是幕府 最早这个词也是来自于中国 所以日本有长达将近700年的军人政权时期 这也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源源 明朝灭亡以后 日本官方和民间一致的观点就是 华裔变态 日本从来不否认 他们的很多文化都是来自于中国 这点和韩国不太一样 但同时日本也认为时过境迁 以前中华文化的中心确实是在中国 但现在已经移到了日本 明治为新以后 日本虽然是在政治经济各方面全面的效仿西方 但他们仍然保留着强烈的中华正宗的归属感 合在一起促成了一种新的理论模式 就是大东亚主义 这就是后来他们屡屡插手中国事务的原因 也是他们最终发动侵略战争的思想根源 在日本人看来作为蛮夷的蒙元和蛮青都可以入主中原 那么作为中华正宗的日本为什么不能君临天下呢 日本也好韩国也好 他们现在都已经成为了现代国家 在他们的发展过程中 中华文化并没有成为他们现代化发展的障碍 反而形成了他们各自独特的文化 形成了两道区别于西方文化的独特的东方风景线 而作为中华文化发源地的中国 却将近现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中华传统文化 归结于儒家学说 在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口诛笔伐以后 儒家思想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如果忠孝仁义理智信都是泯灭人性的话 那么不忠不孝不仁不义 是不是就是人之天性 当我们拆除掉了儒家文化的这个老房子以后 就会发现这个民族的灵魂开始在荒野中流荡 无家可归 有人说中华文化实在是烂套了 那可能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是真正的中华文化 他们所熟悉的中华文明 是被满清在这两百年来扭曲抹杀的文明 曾经开放自信的中华文明和中国人 变得狭隘封闭 这本不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原貌 有一位学者曾经这样形容法国大革命 说我们在倒洗澡水的时候不小心把婴儿也倒掉了 而我们呢恐怕做得更加过分 我们毫不留情毫不犹豫的泼掉了澡盆中的婴儿 而同时又大口大口的狂喝着洗澡水 当我们感到肠胃不适拉肚子的时候 又将这一切的过错推到了那个婴儿身上 有些人还是在煞费苦心的想着 如何才能够摆脱传统文化的束缚 但我想他们是过滤了 人们可以贬损贫弃他们不懂的事物 但他们永远无法抛弃 他们从来没有拥有的东西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收看 欢迎大家点赞订阅 这里是风夏杂谈 Frank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